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 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的一句 在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话 一头变黑了 殿里的万子从当中列为两半 耶稣大声哭着说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 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 在这个时间,祂要完成祂地上的任务 祂要回到天家 祂不需要觉得回到天家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祂的忠心得到肯定 祂走完了地上要走的路 大家记不记得 在《使徒反》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记载 都说出类似的说话 其实祂都想学习主耶稣 基督一样 是有这样的肯定 有这样的喜乐 就是将祂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面 今天呢 今天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 我们走地上的道路 将来有一天 或长或短 我们见到天父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无愧于心 然后呢 真是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第七至八节那里说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们存留 是的 今天 我们有很大的使命 在这个地上 我们不单止为自己而活 我们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见证我们的主 服侍我们的主 当我们走完一生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把握 我们知道 完成使命之后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灵魂 交在主的手里面 我们感谢主 在一首个诗歌 叫做《十架七言》的里面 最后一节 也都是第七节 是那里这么说 《十架七言》的声音 《十架七言》的声音 《十架七言》 《十架七言》 耶稣向父教脱灵魂 大圣告父 我将灵魂教父 慈爱相主 与我愿效法耶稣榜样 生命呈献传托父你受众 感谢主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完成之后 祂坦然无据地 来到见天父 将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面 今天我们呢 我们在地上 享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 救恩 我们要服侍祂 将来我们见祂面的时候 是否能够坦然无据地 来到见祂享受永生呢